桃園巴德运动中心正出豆腐渣工程医院 营造商被基地曾有210次违反劳动法令 还有钢筋摆磨砸死人的记录立委提一报 营造商背景带有来头 董事曹来春是前民进党立委曹来旺的弟弟 另一位董事也传出是郑文灿亲信 瑞助营造公司过去的历史上面 那真的是绿光闪闪啊 郑文灿他自己本人的基要亲信 还有民进党的立委家族 在里面都是担任重要的董事的相关的职务 这是不是又一桩绿油油 记录这么的恶劣都还可以大摇大摆的包下工程 有没有官商勾结 有没有不当包屁 营造商靠山雄厚 曾文灿现在才说要追究 但第一时间绿侧一进狂带风向 说是别人的问题 918大地震三点不到就狂震 但总统八点才出现 甚至被骂爆三天后踩到灾区 名嘴炮轰 除了选举蔡英文还关心 什么东西 我问你全国有谁在在乎 他五个小时再来 没有人在乎啊 那花点县长跟台东县长 总统第三天再来 蔡总统交给我们的SOP 什么以后有天灾 三天之后再去 没有人骂他 蔡英文是个很糟糕的总统 蔡总统如果你无心恋战 我要求你 你现在就下台了 一场地震摇出绿军攻城弊端 也震出冷血的官场 现行计 记者黄美娟许国好 SNG小组台北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